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发生至今已经有接近三个星期的时间 台湾海巡署和大陆方面有关人士 针对这起事件已经举行过多次闭门会议 不过双方沟通持续僵持 经过多次协商至今没有撑过 大陆方面人士离开了金门 最新的进展 我们也现在接门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蓝静土 静土你好 陈珍你好 台湾海巡署和大陆方面的协商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分歧未解 好了针对214大陆渔船被撞的事件 大陆方面有关人士在2月20号抵达金门 和台湾的有关单位展开了15天15次的协商 但是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么就在今天大陆方面的人员在中午的12点 是到了殡葬管理所去祭拜两名罹难的大陆渔民 并且是在下午的2点钟 到了水头码头搭乘小三通的船运返回大陆 而就在刚刚整个祭拜罹难者的一个过程当中 家属是痛哭失声 场面是非常悲痛的 而在受访的时候 家属也提到了这一次事件 台湾方面没有给予他们真相 而且他们也认为 这个渔船明明就是被撞翻的 但是台湾方面是没有给予他们道歉 同时也提到了这一次返回大陆 没有办法带回罹难的家人 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悲伤 而率团的泉州台港澳办的副主任李朝辉 就表示经过15天的协商 台湾方面没有办法在真相 以及过程给予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明 同时也提到台湾方面的说辞 是前后矛盾的 否认事实 谎话连篇 对于家属的关切是设置了各种的障碍 对于妥善处理善后设置了各种的困难 另外李朝辉也提到了 台湾方面参与协商的有关人员 昨天在立法院的说辞 是继续的出尔反尔歪曲事实 为了推卸责任极力的辩解 而且这些人从3月3号金门到台湾去之后 至今都没有返回金门 音讯全无 因此让他们觉得没有 民进党当局是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 因此也让他们认为 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金门 另外他们也提到了相关的后果 要由民进党当局来负责 而针对这个部分 台湾方面海巡署在稍早 要送大陆相关人员返回大陆的时候 是要给予罹难者的家属 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一个慰问金 但是家属是拒绝的 海巡署随后就发表了声明 表示说因为家属提出的相关的要求 以及坚持是不符合台湾的法律制度 因此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不过会持续的抱持最大的诚意 以及开放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任任 谢谢净土 相关的消息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 点评分析 杜先生好 你好任任 IOS大陆遇传被撞事件 最新的消息 大陆相关人士已经返回了大陆 遇难渔民的遗体还留在金门 大陆相关人士也没有接受慰问金 您认为事件是朝向更加恶劣的情况发展了吗 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目前的应该可以说过去15天 15次的闭门协商基本上是破裂了 那么所以对未来双方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应该构成了更大的障碍 也就是说在情绪上感情上 还有在整体的这个气氛上面 都是非常的不利的 所以现在呢 等于说这个事情就僵持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对台湾来讲 特别是台湾民进党当局来讲的话 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如果说你要是在 比较诚恳的基础之上 有诚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也不至于这个事情拖到这个地步 而且是在不断地蔓延 不断地扩大 不只是变成了一个 就是突发性的一个 这个惨剧 而且而且是在这个两岸的政治当中 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特别是在这个 涉及到民生的问题 特别是涉及到老百姓的问题 涉及到渔民的问题 那就会很伤感情了 所以民进党当局呢 现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可以说是采取了 一个非常错误的立场 那么处理这个事情的方向 也是非常错误的 首先他不承认事实 撞传就是撞传 但是他现在呢 这个他希望 企图把这个问题 归结到这个大陆渔民的身上 甚至把这个事件的这个名称改为什么 取缔大陆渔船 这个事实 怎么可能让大陆方面接受呢 家属也不可能接受 然后呢 还欺骗台湾的一些 立法机构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实际上他完全就没有诚意了 真好好的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另外再涉及到比如说跟相关的其他的事项 一个是不承认事实 另外一个就是道歉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说是赔偿的事情 这些都是让家属都感到非常不满的地方 当然就是说你这个事情 如果你还再拖下去的话 估计可能问题会更复杂 第二个还能可能会更涉及到 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民进党当局当时 现在处理这个方式呢 就是要这个要维持他过去所讲的 比如说金门海域或者厦门海域 这边有什么限制区域或者禁止区域 还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个大陆方面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那如果说这个莫名其妙的 或者是糊里糊涂的把这个问题给结束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对家属不公 对死难这也不公 对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 也是不是好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将来 怎么来避免这个事情再重新发生 因为两岸之间 特别金门和厦门之间 渔民的这个捕鱼作业 各方面都非常的频繁 那如果说你要是将来 还是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 那就不认错了 就不会再这个继续的 还会继续的就是用这种比较 这个非常野蛮的方式 来对待大陆的渔民 所以所有这些环节都是在 我想都是在过去15天时间里面 所讨论的内容 但是最最关键的 就是说没有个好头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了 到底怎么发生的 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大家都明白 就是撞船 把大陆的渔民船给翻了 然后造成两人死亡 那现在就台湾方面 大陆这个根本就不承认 那么这个就卡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 可悲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两岸之间本来就是民间的往来 关系都很好 特别是厦门和进门之间 你现在造成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让更多的大陆的民众 对台湾民进党当局产生了 非常差的一个感觉 就是更加认为说 民进党当局确实在操弄政治 就是把两岸关系 根本就不把当作 这个同胞之间的关系来看待 而是把台湾关系上升到 他们自己所希望达到 那个方向的发展 所以就是谈不成 谈崩了 破裂了 就是这个原因 针对214大陆遇传被撞事件 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在4号要求举行专案报告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陆委主委邱泰三 接受了立委质询 国民党立委批评管碧林 缺乏海巡相关经验 如同实习生 外行领导内行 出了事就把基层当成替死鬼 214大陆遇传被撞事件 真相未明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4号邀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等人 进行专案报告 但因民进党立委 对程序发言有疑虑 报告还没开始 蓝绿就先 吵成一团 民进党的委员请回座 我们要开会 会议延误半小时后 管碧林 邱泰三陆续上台 接受质询 国民党谴责管碧林 擅自更改报告名称 除了要公开道歉之外 也痛批民进党执政八年 却连最基本的设备 都没给第一线的海巡人员 除了事也只会推给下属 因为就这种官员真有说瞎话 说过话通通不认啊 我要跟各位讲 今天我们都支持海巡 但是一个无能的一个主委 你是类似海巡执法人员 密录器录影没有落实 这个二十五批 不要推给基层当替死鬼 内政委员会要求海巡署 必须交出事发时的录音档 和雷达图以厘清案情 同时也批评管碧林 因酬庸关系掌管海委会 才导致事件难以收拾 我想请问你 你有任何海巡经验吗 海委会主委 海巡署的上级主管 不是老人来这当实习生 像帅无能类死三军吗 无能包括专业吧 专业上的无能也是一种无能吧 你有听过外行领导内行 国民党立委认为 管碧林缺乏海巡专业 说辞反反复复 行事荒僵走板 才是这事件的真正危机所在 要求民进党当局 务必要还原真相 才能够让事件早日若目 凤凰卫视 彭视听 沈正风台北报道 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 协商至今无果 两名陆籍死者家属 在5号离开金门临走前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长 陈四川等人 想转交每人10万人民币 但是被拒收 离开当天 陆方家属既气愤又哀伤 受访时多次哽咽不已 称已经在金门很多天了 台方却没有人承担责任 连一句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 心里真的很难过 这次带着亲人的遗体 心里很悲伤 希望尽快解决问题 大陆代表 泉州台办副主任李昭辉透露 15天过去了 台方依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明 而且谎话连篇 根本没有诚意 家属们也没有必要继续留下 相关后果由民进党当局负责 台湾海巡署分署长 曾四川到场给予抚慰金 希望安抚家属 但是家属不愿意接受 台湾海巡署署长周美武 是个知美派 曾经担任台安全局驻美特派员 和识人驻美代表 撞传案之后 他一直隐身幕后 他在接受了一本质询时说 如果把撞传关键记录证据都交给大陆 大陆就清楚当时的情形了 所以不能提供 这个逻辑和说法 令这群人高金素美感到相当错愕 来看凤凰观察 很明确的说 你能不能明确的回答我 有没有录音录影 你所谓的录影 刚刚你讲我们什么救难 什么日子 2月14号 有录音录影 录音由我们执管的这一部分的录音 全程从你们发现了这个所谓的三五船只 一直到落海 你们如何救人 这个所有的录音过程都有吗 都有 好谢谢 本席会待会做一个结论 请你们提供给 好 我会 第二个 另外我还要跟你说明 第二个 第二个 我现在再问您不用说明了 第二个我要问您 我要问您的是 为什么你们不公布完整的无线电通联记 我们没有不公布 因为这个已经交给检掉了 交给检掉 那没关系 我会让你们这个提供给我们委员会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海岸续防机关海运击法作业的规范第十条 有要求要雷达监控 海巡族有没有掌握事件相关的船只的雷达轨迹图 有或没有 有 好 那你们能提供给我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来参考 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就请示检察官 我们可不可以在记者会的时候公布 再请问一下 但是检察官明确的告诉我们你们不可以公布 我了解 好 对 现在再请问一下 当我们去协商的时候 有没有提供这个录音榜给对岸 这个我们不能提供 因为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提供 这个不就是很重要的证据之一吗 对 当你们在谈判的时候 这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之一吗 如果赵伟您讲重要的证据之一 把这个雷达的整个过程一公布 给他们一看 他就知道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 那就当然了 最好 就要提起所有的问题 不是吗 这个东西现在都是要由检调来决定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谢谢署长您的回应 所以我要必须讲的是 今天很确定的是说 有录音还有雷达轨迹图 所以这两个其实都有的 海湾海军和海巡署之间相互共享情报 但海军推说和海巡署之间有分工 掌握不到渔船这样的小目标 好 请问一下 自从海巡署强化了平时和战时的转换机制之后 海巡署的既然雷达情织 是不是已经透过连线 勤传给海军的连程战系 你们双方其实是有互换情织 有没有这个事情 是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有资源协定的签署 有情资的分享 请问海军的连程战系 可不可以公布你们所掌握的雷达轨迹图 然后跟我们的海巡单位的航轨 把它一起来公布 是 跟委员报告 因为针对这一次的事件来讲 我们连程系统所掌控的目标 并没有包含到这么小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在我们连程系统的掌握目标的部分 像这种进岸水域小型的目标的部分 在我们连程系统是没有办法掌握 没有 不好意思喔 前海军的军长他有指出 你们以前有大城系统 这个大城系统也就是现在的连程战系 你们的连程战系呢 已经跟海岸 海巡禁岸的雷达强制你们透过连线 勤船海军连程战斗系统了 所以呢 你不能告诉我说连这么小的你们都看不到 因为你们的讯息都已经互传了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跟海巡署之间的目标的监控的部分 我们是有责任的分属 那就像委员所说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如果是如你 对 如果如你所讲的话 你的意思是说你监测你的一个系统 然后海巡署监测一个系统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为什么你们在媒体上公布的时候 你们不去做一些澄清呢 因为现在我所拿到的这个媒体上的公布 是说你们跟海巡署已经形成了一个勤船系统 所以勤船系统是有吗 是有 只要是海巡署搜寻到的所有的轨迹 你们也都会有吗 凤凰卫视强小峰 香港报道